观众朋友们好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六月一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要为您看到的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文章表示现在中美根本性的分歧已经凸显 两国关系渐渐无解 文章介绍说美国总统川普决定降级美国与香港的关系 显示出他与中国的冲突越来越以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为特征 而这些分歧比贸易争端更难解决 贸易争端在此前主要界定了美国政府与中国这个最大对手之间的关系 上周五川普表示中国决定实施国家安全法 绝对扼杀了香港的自由 让美国没有办法继续以特殊地位对待香港这个城市 随着川普越来越多的把冠状病毒爆发的责任归咎于北京 这样的评论与他之前围绕着贸易构建双边关系的努力有了很大的不同 进入今年的总统大选 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中国普遍不满 此前北京在贸易政策上与川普政府进行了接触 在一月份签署了一项贸易协议 在进口问题上也花出了大价钱来安抚总统 但是现在在香港问题上北京不大可能妥协 因为这是中国的内部事务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二十一世纪中国中心主任苏三谢克表示 在与中国主权相关的问题上这将是非常困难的 分析人士表示美国在香港问题上选择是有限的 因为切断联系或者是伤害当地的经济的行动 可能会对目前享有西方式自由的民众造成反效果 专家分析认为应对措施不应该对于香港的人们造成额外的可以避免的伤害 而北京领导层决定结束香港一年来时而发生的暴力抗议活动 这些抗议活动与习近平的民族主义政策背道而驰 北京领导层在五月份开始了将香港纳入国家安全法的程序 并且把反政府活动定为刑事犯罪 分析人士表示这样的单边行动破坏了北京在一九九七年 夺回前英国殖民地对香港的控制权 并且允许其享有五十年自治权时的承诺 川普总统在周五宣布时没有具体任何的行动 计划将香港从北京剥夺其半自治的特殊地位 而对于这个国际化的中国城市来说 短期内可能没有什么变化 川普总统表示美国政府会简单的开始像对待中国大陆一样对待香港 而不是采取为香港量身制作的方案 他表示美国将重新审视与香港就引渡 某些高科技产品的贸易 以及国务院如何向旅行者提供有关于签证所带来的建议 预期的美国行动 比如说停止向香港出口敏感技术等 似乎不大可能动摇北京 而对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行言辞攻击是川普先生现在为数不多的行动工具之一 川普先生对于北京处理病毒和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影响力感到愤怒 他在周五的讲话中表示美国打算退出世界卫生组织 而谢克女士指出白宫在五月早些时候公布了一项新的战略竞争性方针 其特点是加强美国的机构 迫使北京减少其对美国利益的威胁 他表示现在所做的是中国对美国生活方式和美国竞争力的危险 威胁的观点来布局的一种类似于冷战时期的全球竞争 而川普先生在周五仔细阅读了他之前准备好的讲话 呼应了香港的民主倡导者 对于北京有意削弱香港的歧视法律体系表示失望 川普先生甚至直接提出了制裁直接或间接 参与侵蚀香港自治的中国和香港官员的前景 而现任华盛顿智库 美国新安全中心的前国务院高级官员则表示 针对少数中国官员或政府的一部分人 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外交信息的传递措施 除此之外 在香港问题上美国还与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发表联合声明 表示中国直接违反了国际义务 但是北京阻止了西方国家在联合国辩论此时的努力 在香港问题上高管们私下普遍担心北京的举动会威胁到全球企业依赖的法律基础 但是整个金融市场的信心仍然很高 认为香港在短期内仍然将是全球重要的交易场所 比如在川普先生的讲话之后 股票在周五出现了反弹 因为他的言辞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剧烈 而在周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又表示 香港的事件显示出为什么美国需要更加广泛的回应 以保护自己的国家安全 并在世界范围内更广泛的维护民主和法治 他表示共产党把自己看成是要破坏西方的思想 西方的民主西方的价值观 把美国人置于危险之中 此前川普先生似乎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强调与中国的贸易 是他对两国关系的首要关注点 而经过十八个月的谈判后来结束了 在去年他对于香港的状况几乎没有什么表态 甚至在香港的抗议活动愈演愈烈的时候 他也没有说什么具体的话 但是他公开表示法案可能会破坏他与北京完成贸易协议的努力 当时川普总统表示 我们必须与香港站在一起 但是我也与习主席站在一起 并获得了除一名议员外的所有议员的批准 再要为您带来的是来自CNN的消息 根据CNN在五月三十一日的报道 不具名的白宫官员和执法人员表示 当抗议者在五月二十九日夜间聚集在白宫外时 川普曾经被美国特勤局的工作人员短暂地带到白宫地堡内 并且呆了一个小时左右 CNN报道指出 目前尚不知道川普的妻子梅拉尼亚和小儿子巴伦是否也躲进了地堡 另外根据白宫工作人员在五月三十一日透露 他们收到邮件提示示示威活动仍在继续 并敦促工作人员尽可能远离白宫的建筑群 在当天美国的特勤局又发布声明表示 至少有六十名特勤人员在本周末的白宫示威活动中受伤 其中有十一人被送往医院但是没有生命危险 目前白宫的周围有特警人员和警察 白宫的地堡也就是地下战侵时 面积大概是四百六十五平方米 在二零零七年的时候曾经翻新 处于白宫东翼的防空掩体 可以抵御核武器的打击 CNN报道表示 截止五月三十一日二十时 全美国有至少四十个城市亚利桑那州全州以及华盛顿特区 宣布在当天晚上实施宵禁 以应对近日在美国多地发生的抗议活动 此外亚利桑那州德克萨斯州 还有弗吉尼亚州在当天宣布进入了紧急状态 美国国民警卫局的发言人在五月三十一日表示 五千名国民警卫队队员已经分别部署在十五个州 还有哥伦比亚特区以应对示威活动中的突发事件 另外还有两千名警卫兵和飞行员待命 如果形势出现变化 还有可能会部署更多的人员 连日来由弗洛伊德之死所引发的示威和骚乱 已经蔓延至全美有七十多个城市 根据最新数据统计显示 在五月三十一日 美国警方在二十四个城市 一共逮捕了两千五百六十四名抗议者 其中有五分之一是在洛杉矶 美国总统川普在二十九日表示 已经和死者的家属通电话 并且质疑慰问 同时表示弗洛伊德的死是可怕的事情 并且表示指示司法部加快调查 但同时他强调支持和平示威者的权力 并谴责明尼阿波利斯 还有其他地区的暴力示威 认为不可以容许陷入无法无天的无政府状态和混乱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文章介绍说 北京拟恢复特警处在香港执法 而内地特工的权力界限不清楚 引起了外界担忧 文章介绍说 为香港量身制作的新的国家安全法的运作方式 现在仍有待确定 但是初步的说法是 可能会成立一个新的委员会 并且派内地的特工到香港 这引起了人们的不安 大家主要关注的问题包括内地的特工到底如何工作 他们对谁负责 以及香港当局是不是会对他们的活动进行监督 亲北京的重量级人士暗示了执法机构 有可能是向香港殖民地时代的情报收集单位特警局 特警局或者是特警队 是前英国殖民地政府的一个秘密单位 专门收集被认为对安全和殖民地利益 有潜在威胁的活动 个人和团体的情报 梁振英表示 他暗示这样的情况 有可能会被使用到这一次香港中 他表示新加坡有特警队 而我们没有 美国有各种各样的执法机构 负责处理国家安全威胁 而我们没有 所以作为填补国家安全法律空白的一部分 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机构 有一种可能就是中央人民政府授权香港的执法机构 比如警察这样的机构来进行执法 其他提出同样提议的建制派人士 还有北京的最高智库的副主席刘兆佳 但是有一些法律学者和反对派的立法者也感到恐惧 他们表示中国的情报机构在大陆享有广泛的权力 并且警告表示香港可能会进入一个新的压制性政治警务的时代 香港特警队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当时英国人在警队的刑事调查部内形成了一个反共小组 负责监督共产党的组织和活动 根据香港大学法学教授的研究报告 该队在一九三三年更名为特警队 中文叫做政治部 主要是进行预防性的政治警务以镇压颠覆分子 记录显示这样的特警队主要是由英国官员来组成的 他们负责收集情报突袭共产党组织还有曾监督罢工工作 而刺探还有监视是重要任务 政治学家表示许多香港的共产党员还有亲中组织曾经被特务处窃听过 而专家表示在一九六七年的暴动期间 这样的单位曾经搜查过左翼人士的住所 这场由香港煽动的骚乱是在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发动文革之后爆发的 当时特警队对北京的意图感到担忧 希望能够找到揭示北京计划的有用信息 根据一九七六年的报告 警方的年度报告概述了该处执行的任务 包括防止和侦查颠覆和间谍活动 以及收集整理评估和传播情报 而研究指出该部门还参与了护照管制和移民事务 在八十年代 该部门对政府高级官员进行政治审查 检查他们是否参与了学生活动 或者是否有亲属在做派团体工作 该分部的部长具有相当大的权力 有一位熟悉该处业务的人士表示 是由一名副警察局长领导的 直接向局长还有殖民地的总督来进行报告 而这样的部门确实是与英国和其他友好的情报机构 有着密切的合作 英国政府的情报机构军情无处 当时对这样部门的行动了如指掌 专家这样表示 而直到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前的政府 将其改组为警队保安部 保留了有限的职能 比如防空等 而部门在此前一直在正常运作 在八十年代的回归谈判中 殖民地政府担心回归后敏感资料可能会被移交给中国 因此决定解散这个部门 而研究保释英国也担心曾经与共产党作对的英国军官会受到迫害 专家表示 这次派往香港协助执行新的国家安全法的内地特工 是不是也会有同样的自由度 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他们表示 鉴于中国情报权力机构很大 要追究他们的责任将更加困难 中国的国家安全部拥有广泛的权力 可以调查个人和机构 对涉及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 不论是外国人还是公民都可以提出逮捕 现在他们的职权无法限制在涉及国家安全的危险限制之上 看一看他们对于刘晓波的所作所为 镇压各种异议人士就可以知道 不过基本法委员会的副主席表示 这类人员会与香港警方合作调查 可以是联合行动 他表示香港以外的警方要进行调查 需要得到当地当局的批准 不能够擅自进行调查 但是也有人不看好内地驻港特工的工作透明度 也不认为他们会对市政府负责 他们不认为北京在起草新法时 能够准确地写出香港警方和中央政府的权力分配 他们表示内地的做法并不是明确界定执法部门的权力 而中国港澳研究会的副会长刘兆佳则表示 随着新法扩大了内地保安部门的权力 内地的特工在香港行动时可能会被赋予执法权 虽然林郑月娥曾经保证国安法将主要由香港机构执行 但是刘兆佳认为内地的特工将直接向国安部门汇报 与香港的警方一起拥有执法权 他表示 鉴于国安部门已经有处理各种国家安全问题的既定机制 内地的特工不仅要帮助地方当局平息动乱 还要提高他们及早发现威胁的能力 内地的特工可以直接与当地处理敏感信息的重要部门 比如海关入境事务处等交流经验 对潜在的威胁保持警惕 他这样表示 再要为您带来的是来自金融时报的报道 文章认为现在中企发美元债要趁热 文章介绍说中国企业在美国的股票交易所越来越不欢迎 在曝出了一连串的会计丑闻之后 美国投资者对于中国企业已经失去信心 而随着中国政府收紧了对于香港的威权式的控制 华盛顿方面可能会取消香港的特殊贸易地位 然而腾讯发行了六十亿美元的美元债券表明 现在在企业债券市场上仍然有理解与友爱的气氛 这一家电脑游戏巨头完成了今年规模最大的中国企业债券发售 并首次发行了四十年期的债券 但是此类交易的窗口目前正在关闭 腾讯是趁着美元债发行热潮进行发债的 美国企业今年迄今为止已经发债筹资一点二万亿美元 体现出了疫情带来的压力 由于市场对于腾讯发行的美元债需求强劲 这次发行的各类债券定价均低于预期 其中十年期的票息仅为百分之二点三九 比同年期的美国国债高出大概一点七个百分点 而四十年债券的票息是三点二九个百分点 在其首次发行的四十年期债券上腾讯能够只给投资者很小的溢价 腾讯这次发行美元债 据去年四月发行六十亿元的美元债 仅过去了一年多 腾讯的主要动机是利用美国借贷利率大低的机会 以低廉的价格进行再融资 而新的增长引擎 也就是云计算和金融科技业务 仍然需要大量的现金注入 正在恶化的中美关系加剧了紧迫性 最近几周中国的债券发行商纷纷涌入了海外的债券市场 上个月手机企业小米首次发行美元债时 现代环境有所体现 而对于中国企业发行的美元债 中国政府比外国投资者谨慎得多 中国的监管机构担心离岸债务不断膨胀 有时会阻止长期债券的发行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腾讯此次发行的债券中有百分之八十的期限是十年或者是十年以上 人民币贬值的威胁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优患 因为人民币的贬值会增加偿还美元债务的成本 随着美中紧张关系的加剧 人民币现在有下跌的态势 而在去年八月 在两国贸易争端的高峰期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十年来首次破期 因此文章认为发债商和债券的投资者应该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赶快出手 最后再要为您带来的仍然是来自金融时报的文章 文章介绍说现在中美关系紧张可能会使港交所获利 文章表示在十年前李小佳击败了许多对手 才当上了香港交易所的行政总裁 而现在当港交所董事会开始搜寻人选的时候 潜在的候选人名单却短的让人沮丧 过去十年中对于候选人的主要要求没有发生多少改变 候选人必须具备典型的香港人素质 能同时在中国还有世界的国际中游刃有余 李小佳曾经是一个为摩根大通中国还有美林中国等机构工作的内地人 他是这种融合的典范 而横跨两个世界是一种挑战 比起内地公司首次在香港发行H股的近三十年前 今天更是如此 本月北京方面加强国家安全法计划在香港引发的热议 但出于多种原因 港交所现在的前景却比看起来的更显得光明 分析师们最近在报告中写道 内地投资者去年担心的是香港会被罚坐冷板凳 上海或者深圳会得到优待 他们表示相反对香港实施政治管控 意味着作为商业和资本市场中心的香港正在接受北京方面的所谓消毒 同时地缘政治的张力对于中国公司赴海外上市正带来威胁增加 根据花旗银行的数据 在纽约上市的中国企业大概有二百家 总市值是一点七万亿美元 其中包括中国移动和中国石油等 但是由于有一些企业是国有企业 随着美中摩擦从贸易转向金融领域 他们可能会被迫撤离美国股市 即使是在股票市场成为政治的把子之前 风险投资家就劝告他们投资的中国科技企业 不要考虑在纳斯达克上市 以防在美中贸易冲突中遭受连带的伤害 熟悉这些企业计划的人士透露 如今的一些企业 比如网易还有协程都计划寻求在香港上市 而最近北京方面对于香港的态度很矛盾 他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中资企业在香港上市 认为这是资本外逃的一种形式 因为这些幸运的高管们获得的硬通货收益 不受到中国内地税务机关的监管 中国一年前在上海推出了科创版 以便吸引以前被吸引到香港或者是纽约上市的那些生物科技公司 科创版还有他在深圳的竞争对手创业版都不再实施监管机构 可以挑选自己亲爱的公司上市的配额制 而是转向理论上更公平的注册制 北京方面还曾经宣布一些意味着削弱香港交易所的举措 比如说他启动了一项连接上海和伦敦证券交易所的计划 但是北京方面后来却加大了对于香港的支持 官员们被迫承认上海目前还没有办法取代香港作为融资中心的地位 如果美国不再是一个选项 中国公司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香港 而经济学家指出美中关系的紧张只会凸显香港作为临岸金融中心的角色 他们指的不仅仅是筹集资金的机会 还有中国内地企业被纳入恒生指数等股票指数的机会 而对于李小佳的接班人来讲 衡量这些积极因素时必须考虑香港的政治危机 对于正常的营商秩序的威胁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首次涉立H股时 在香港生活和工作让人兴奋 在美国留过学的一代内地人来到香港 雇用他们的首先是美国的投资银行 稍后是大型的国际私人股本公司 而现在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了 对于港交所而言 平衡自身的需求 还有北京方面的需求也越来越困难了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 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